这个男人手里拿着一块普通的白豆腐想要送给光子 笑容十分诡异 他正在恭喜光子刑满释放 其实他是被冤枉的 入院了13年整 在13年前 一条诱拐爆炸性的新闻席卷整个国家 光子就是当时上头条的凶手 他年轻漂亮 人们后期都称之为他为母夜叉 经常会用他的名字来吓唬自家的小孩 当时整个国家的人都在可怜被害孩子的母亲 没有人愿意知道凶手到底是不是他 他到底为什么要杀人 在监狱中他多次幻想 把真正的凶手头颅 想想在狗的身体上面之后再杀死 但事实总是残酷的 数以万计的记者前来 进入光子还原当时现场的场景 在人群中 他看到了凶手抱着自己的孩子 就在旁边站着 随后按照当时的案发现场 以一个木偶作为依据 首先将木偶的手捆绑 经历着还原警方采集的照片 当选择作案工具时 光子不确定是棕色还是绿色 看了看警官他示意是手表的颜色 这样可怜的光子确定下来拿起抱枕 犹豫了几秒后眼神变得犀利 用力的按了下去 记者蜂拥一样往前拥挤着 他们也只是想拍摄到一些有价值的照片罢了 根本没有一点点人性 光子当中摘下了口罩 恶狠狠地看着那个男人 他被光子的目光吓坏了 因此他被冤屈入狱13年 这13年里因为光子表现卓越 在监狱中 大家都称之为他为亲切的光子 出狱后就是刚开始的画面 教徒给了他一块豆腐 却被光子随手甩到了地上 这块豆腐就是当地的习俗 代表人犯罪了以后 吃下这块豆腐 就可以像以前一样纯洁了 可光子并没有吃 而是将他随手甩到了地上 脸色大便 和教父说了一句脏话 戴上墨镜潇洒地离开了现场 首先他找到了 自己在狱中帮助过自己的惠子 获得了住的地方 自从出狱以后 他的性格大变 一会儿变得狂野 一会儿又变成请求上天原谅的信徒 第二步 找到当年失去儿子的父母 当着他们的面 砍掉了自己的手指 他在监狱中的13年 所赚的所有钱 全部用来包抓伤口使用了 一周后 找到一家面馆应聘服务员 再然后 他找到监狱中的大姐 请求他的帮助 这两个人是因为抢劫入狱的 大姐因为肾的衰竭 濒临死亡时 光子主动送给他了一个肾 这让夫妻两人感激不尽 按照光子提供的图纸 帮助他 撕得出来一把枪 这天晚上 光子在回家的路上 教父居然在楼道口里等他 吓了他一跳 地址也是蛋糕店的员工给的 教父苦苦地哀求光子 跟我走吧 轻轻地扶摸在他的脸上 结果光子拿出一本佛书 说自己已经信佛了 其实光子在很多年前 已经有了一个女儿 修手也是利用这份亲情 才能让他入狱13年的 随后 光子来到寄养女儿的地方 使用了一些手段 让女儿自己主动威胁养父养母 就这样 光子成功将女儿骗回 回到国内后 时间过去了半个月 在这期间 教父为了利益 把光子出卖 将他一切的计划都告诉了13年前的真凶白老师 一天夜里 他带着女儿回家的路上 突然停了下来 感觉黑暗处有危险 他没有多想 带着女儿继续往前走 结果和他想象的一模一样 教父真的把他出卖了 自己的姐妹也被控制了起来 歹徒眼看叫得手 他拿出手枪 直接将两个小弟干掉 背着女儿来到了白老师的家中 他已经被姐妹迷倒 看着他被打的样子也十分欣慰 拿起勺子 将白老师推倒的地上 光子不可能直接杀掉他 而是愤怒的剪掉了他的头发 一觉醒来 白老师被绑了起来 光子想要直接杀掉他 并没有 他很嚣张 与此同时电话响起 光子拿起他的电话 结果 钥匙串的上面 全部都是被害人的挂件 拿给他看 白老师不屑一顾 开口说了一些变态的语言 光子拽起他的衣领 想要掐死他 连续击巴掌打在他的脸上 他还是没有将他杀死 而是将他的两只脚射穿 准备一点一点将他折磨死 首先给警察局的局长打了个电话 说自己找到了当年杀死你孩子的凶手 七天内 他找到了所有被害人的家长 并且在白老师的家中 找到了他作案录制的全部过程 播放给每位家长看 有的家长直接晕倒在地上 情绪根本无法控制 他们当中有证员 有上市企业的富豪 还有小商小贩 但丧子之痛都是一样的 经过一番洽谈后 光子做代表开口说 每人给他一刀 将他刮掉怎么样 有人不愿意 有的人还说 把他交给警察处理吧 部长开口说 在这个城市里面 好像没有人比我大了吧 如果通过官方处理 直接弄死他 是不是太便宜他了 他们的对话 被光子连接在音箱的上面 正在播放给白老师听 这才能让他真正的感觉到恐惧 他们穿上了提前准备好的羽衣 一名两名三名五名 一个接着一个的人 拿刀挂在白老师的身上 之后把他的血液装在了桶里 整理好现场后 众人开始拍照 发誓 不会让任何人知道此事 然后把他带到了深山里面 埋掉了 最终光子拿着手枪 射在了他的脸上 这一刻他才算真正的报仇了 恶人还需恶人魔 其实这部影片的途中 白老师的妻子 在以前也是光子的育友 而且他们两个人的关系 非常的纯洁 出狱后 光子让他去勾引的白老师 才有了后期的计划 具体光子的女儿是谁 我也没看懂 呵呵